好 现在如果你想要出国 还来得及耶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要告诉您的是 虽然目前在这个国人 很喜欢去的日本南韩的 机票价格是狂涨 但是目前还有零星的位置 好 至于如果想要到东南亚 或是欧洲 只要你订得到饭店 就可以随时出发 想要去上海玩更好了 因为您知道吗 现在的机票已经大跌了七成 上班最后一天 桃園机场已经挤满 出国人潮 长长人龙满道走道上 越国桃園机场 客运量最低是22号大年初一 大约67000人次 最高则在1月28号 初期9万4000多人 别光看着别人羡慕 想出国玩海来得及 日韩美等热门横线仍有机位 针对这个日本线 春节这个期间 要有这个便宜的票价 基本上比较不可能 像是国人最爱的日本 疫情前东京线来回 大约9000到2万元之间 今年春节2万元起跳 现在经济舱 3万2000元还有位子 南韩首尔之前是 1万8到2万元 春节期间票价 2万5000元 也还有零星空位 美国洛杉矶 经济舱来回约 4万8到5万出头 春节期间涨到6万以上 买了机票就可以走 可以往东南亚这边走 至少没有这么冷 泰国基本上 最近近期 它的观光也恢复得不错 旅行业者建议 如果还想出国 但不想买涨到离谱的机票 可以考虑东南亚 像是泰国曼谷 越南或是清曼 只要订到旅馆 随时可出发 甚至上海机票还大跌 整个疫情的关系 信心层面不足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需求量不大 由于目前还没开放 陆克来台 去年12月初 大陆疫情爆发时 来回机票大约3万出头 跌到目前剩下8000到1万2 跌幅近7成 另外针对外籍航空公司 台湾代理指出离出发时间越近 越有机会买到便宜机票 现在想在春节期间出国 不论是日韩还是欧美 仍有机位 民众不妨试试看 记者张欧鹏 成年台北参访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 Kevin Wu他有提到 现在出国玩也是人挤人 而且品质保证都不好 不过过年诈期嘛 因为时天蛮长的 所以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出国 好另外呢 我来看到Terra Lin有说 大家都好有钱 可以出国玩 好没有钱出国也没有关系 待在台湾也是还不错的 好现在持续有看到 张宏毅还有Lin Cheo 还有吴承宪的加入 感谢大家 还要告诉您是我们收到 最新国际间的消息了 这是由于南韩疫情 持续的减缓 南韩在今天宣布 将会从1月30号为止 取消大多数的室内口罩令 其实呢 南韩的媒体曾经报道过 南韩在召开的相关会议当中 指出了四项解除室内口罩令的 评价指标有三项都已经达标 而且新增的确诊病例数 持续的减少 重症患者和死亡人数 也比前一周少 病床启用率也保持稳定 这三项的相关指标都已经达标 因此南韩方面宣布 10天之后 也就是从1月30号开始 取消大多数的室内口罩令 好至于在这个南韩邻近国家 日本目前还是处在 第八波的疫情 不过首相岸田在今天 会跟内阁来讨论 预计在今年的4月份 要把新冠病毒 在传染病防治法等级当中 由第二类调整到第五类 这也代表着新冠病毒程度 跟季节性的流感是相同的 也代表未来室内 不用再口罩的机会大为增加 好目前日本民众呢 确诊新冠病毒疾病的医疗费 住院费等等 是全额由公费支出 如果调降到五类就没有办法全部由公费来支印 部分的费用必须要自付 作为转换过渡期间的措施 当前日本政府暂时还是采行由公费支付的措施 之后会在阶段性的改成由一般的保险诊疗 好接下来看到在大陆疫情的部分呢 根据了世界卫生组织周四发布的最新报告 中国大陆所通报到1月15号为止的新冠住院人数 大幅的增加 已经创下爆发疫情以来的最高峰了 世卫提交的北京提交数据报告当中指出了 大陆最近一个星期的染疫住院人数达到了6万3千多人 如果跟前一周相比的话增加高达七成的幅度 这也是从新冠疫情首度在湖北省的武汉县宗以来 中方所通报的最高数字 在伊拉克有一处体育场 19号这一天爆发了一起恐怖的踩踏意外 有数万名的球迷 因为为了想要帮自家的球队加油 于是疯狂进入体育场 导致出现了恐怖的意外 在现场呢 当时挤到了完全是没有任何的空间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有两个人死亡 还有八十人受伤 但是这个伤亡数字 恐怕还会在持续的攀升 数以万计球迷击报场外镜头 看到人群像蚂蚁一样 密密麻麻起到看不见缝隙 场面惊人 伊拉克19号举行阿拉伯海湾杯足球赛 决赛前行南部巴士拉的棕榈树体育馆 突然爆发大规模的踩踏事件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这天是东道主伊拉克对阵阿曼 相信不少民众争相入场观赛 就连没有购买入场门票的球迷 也挤在了体育馆门口 希望能一睹球员风采 结果体育馆外人山人海 入场观众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 你推我挤之下 导致出现大规模的踩踏事件 画面可以看到有民众受不了推进 努力爬上高处避难 而地上已经有人倒下 旁边的民众正试图对他们进行抢救 这是伊拉克时隔四十多年后 再次取得海湾杯的主办权 对伊拉克而言非常重要 这次爆发踩踏事件 也让人想起南韩离探院的踩踏意外 目前发生意外的原因依旧不明 但伤亡恐怕会继续攀升 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梦梦水 睡前三十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抢好康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